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时事, 狂追猛打 各位网友 我不是说我好恶狗的朋友 你恶狗到什么呢 他恶狗到… 是不是好吃 他恶狗到代理了海底豚的汤包 海底豚 你说是否很恶狗 那就买了东西 他很聪明 然后又再买了这些东西 给我 我说我不会买了 放一下也好 给你哥 好了 就放了一堆给我 你看看他的样子已经很狠狗了 一包一下 这样一盒一盒 但是一盒一盒的 好像有十包还是十二包 十二包 应该批 我想十几二十元 我不知道二十多元 我不知道是什么 它是什么 它是像我们小时候吃的杂饼 咸咸甜甜的 可能好吃 他好吃多一点 他好吃 他好吃 OK 泰国的东西 好了 这一节 我相信大家有留意到 我们伟大祖国的新闻 今天最火烈 那间青岛的 那间青岛的女孩 打人 不想惡死 好了 接着呢 我就综合了很多东西 包括 香港的报导 香港内地的报导 和一些 网上的留言 那似乎这件事 会不会发现得很大 不知道 但是呢 似乎一遇到这些事 真是左支右撮 我们先说一件事 说一件事 8月28日 山东青岛 有个女人 开一辆Land Rover的车 逆行 逆行 大家要记住 逆线行车 两边有很多车 准备去插队 谁知道 不小心 追撞了一架大巴 OK 追尾撞了大巴 那个女人 不由分说 一落车 就嘔打了 抓住大巴 姓林的司机 OK 好了 不停打打了十几下 那个口鼻流血的林司机 没有还手 打到口鼻流血了 打到口鼻流血了 好了 就在那儿等外界 就在外界等待当局 进一步处理结果的时候 最新消息 这是今天的报导 青岛警方通报 说 这位 抓脸Land Rover的女 王女 王女 的行为 不构成沉任之事 结果 引发另一个争议 因为 为什么呢 这件案 一上载 就人神共愤 而他竟然 就说 喂 他这件事 不构成 即是沉任之事 想草草了事 引发争议 其实接着再有后续 就开始有人出来护航 好了 护航是什么呢 现在要罰他了 但是那个罰质 一会再说 又非常之奔走 于是乎 就更加令到 火上加油 好了 我们看看 根据网民拍摄的现场片段显示 8月28日下午1点左右 在庐山区 青山村观景台附近 有一个长发女人 握着白色的LAND ROOVER 逆线行车 准备打尖 就跟香嘴走 因为他逆线 他逆线 正常行车的司机 林某 当然不让他 这个女人 于是乎 就撞到车 好了 一跳下来 他二话不说 就动手 推警区里面的工作人员 好了 工作人员 看到他撞车 走过来看看 然后这个女人 就走过去 走过去 正常开车的大巴 林仔的车隔离 打开车门 什么都没说 就兜巴掐 林仔 一度打一度骂 他说 我逆线行车又怎样 我逆线行车又怎样 我打你又怎样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当然 他一开门 一抱一开门的时候 林仔说 你逆线了小姐 我逆线又怎样 我逆线又怎样 你报警 报警 报警 我逆线又怎样 你不断刮 打了十几个 刮口鼻流 好了 林仔被打了十几个耳缸 满念是血 全程竟然没有还拖 只是用手机 拍下女人行空的过程 好了 而影片看到 林某駕駛的大巴 后面有挫住小孩 事发后 这个女人开车 扬长而去 好了 事后 林仔接受《新经报》採访 那时是旅游旺季 事发时 路段是在塞车的 你可以想象 这个姓王 这个女人 因为在塞车 于是乎 就抽出来 打算逆线走 他说 我现在开车 那姓王的逆线 差点就跟我撞到 因为他没有让路 被王女麦落车 进行欲罵 毫打 为什么不让他 其实也不能让 如果有看一段影片 根本那条路 你不要 那么逼 人家正常走到车 无论就抽到头 人家不能退 难道他立即在后波 后面也有车 林仔说 他一开始 就不停按喇叭 那姓王的女人 就想我让他 那我也按喇叭 叫他 喂 你走回去吧 逆线的 但是一见到他 即是他这样 我就上火了 我就没有让他 他说 如果当时 他好地地 即是打了手号 那些 我都会让他的 好了 这个是打人 无论如何 一般来说 你这样逆线行车 都不用说话 我不让你 都不断说 但后来林仔说 为什么他一直不还手呢 因为车后面有小孩 他不想吓死小孩 我觉得这个司机 都OK 好了 那这件事 当然 9月28号 28号 一出来 人家在那里猜 这个女孩这么串 你老母是 是不是有后台 因为一定是这样的 即他的情夫是什么 是的 为什么会这样 到了9月3日 昨天下午 因应着网上这么沸腾 青岛市公安局 就发布 王某驾车逆行 欲罵殴打他人案 的情况通报 通报 王某今年 这个王小姐 38岁 曾经从事 茶叶店经营 个体运输 目前没有固定职业 事发后 他表示悔过 书舍道歉书 愿意承担医疗费用 以及赔偿損失 通报还说 综合案件的调查情况 这案件是行车糾纷 不符合 关于沉印之事行为的 求情要求 所以就不是沉印之事 另外 对于 王女嘔打他人的行为 处以行政拘留10日 罚款500元 500元 500元 侮辱行为罪 罚款500元 駕駛逆行车罪 200元行政处分 以及扣一次三分 即是说 扣留10日 罚款1200元 扣一次三分 吵你老母 在这一刹那 那些人已经说 搞错啊 你会这样打人 还说 不是沉印之事 不透成沉印之事的元件 有没有搞错啊 我们先看一幅图 看一幅图 第四号图 因为 立即有网民铺了 我们 中国的法律 沉印之事罪 293条 要下列沉印之事行为之一 破坏社会秩序的 处五年以下徒刑 一包括随意嘔打他人 情节恶劣的 是不是 是啊 追逐拦截辱抹 恐吓他人 情节恶劣的 中米 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 佔用公物财物 情节嚴重的 还有 这个就当它不中了 其实我也要坐这条 第四 在公共场所 起控闹事 造成公共场所 秩序严重混乱的 这个当然是沉印之事 这些是网友 立即将这个沉印之事 追捕上来的 好了 已经在怀疑的时候 哇 坐十年了 你这么轻按 喂 于是乎 那些网友 那些网友 那些市民 就更加不拒 你老母 有没有搞错啊 啊 那样都可以 好了 已经是这样了 然后再发现 你有没有人在家里 看到这个王女 没有行政拘留啊 哈 没有啊 好了 跟着呢 就起底了 嗯 我们一会儿再说 没有行政拘留 起底了 好了 一看到这样呢 官方就不对路了 这些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我自己判断 所以 立即有些什么 中国社科院教授啊 有些什么 北京司 中群律师 事务所的律师啊 有些什么大V呢 那他们呢 都立即 出post 就说呢 喂 其實呢 呃 現在呢 就是这样的 行政拘留 十日罚款 就不代表 没有刑事罪的 但是刑事罪行呢 要求是比较高 那警方可能呢 是要多些时间 那当然呢 也都说这个女孩 行为的不正确 似乎呢 似乎呢 是降温 因为我看了成片呢 因为你 最后的结果 你说那女孩怎么不正确 骂她呀 好想什么呀 譬如说她打人不打念 你打念 即是在公众地方侮辱人 好像是 不断批评她的女孩 但是最后就是 陳真健的她 那现在不代表各位 守安无措 不要拖着我们 现在不是 不代表不告 只不过现在 用制拒留住她 到稍后呢 要多些手证 多些证据 那我看上去 这些似乎是 叫做什么呢 看到 咦 明明我都拒留十天 明明这样 都不收货 又找些什么大V 或者这样的 出来 想拖一拖 那收不收货呢 那当然更加不收货 喂 有网友说 我只是开电弹车 逆线行车 都被交警罚了1500元 这样打人也可以吗 那 于是乎 这 其实 本来 由828开始 已经是很网上沸腾 那昨天她公布了 这一个佛则 就更加令人觉得 搞错啊 那还可以 好了 于是乎 群情洶涌下 又有人能起底了 更加 咦 刚才说她发现了 这个食黄女 我家居留 在家被人看到 她的烏法就这样停在马路边 消息在网上發出 一个小时不够 有人 有人 洗 就出来 洗走了 这架烏法 好了 好了 然后呢 那些人 在网上 说 不够一个小时 派出所有人就来了 只要呢 在户外直播 那些呢 就全部 在附近 你知道很多人 全部呢 就被封 在网上 那些呢 稍后呢 都有人通知你们 最好就不要说那麽多 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好了 你这样做 更麻烦 于是乎那些人 就索了 更加相信 之前爆的那些是真的 喂 原来呢 這個王女呢 就是 庐山区城市服务中心副主任 王继亮 的情婦 这个女孩呢 叫王蔚 就是智慧的位 她是 庐山区分公安 不是 她是庐山区公安分局局长 王继亮的情婦 王蔚 现在不是没工作 不是她说她没工作 她是庐山区 城市服务中心的副主任 我也不知道是什麽部门 城市服务中心的副主任 不過 她的拼頭 她的拼頭 比較硬 公安分局局長 王继亮 好了 現在 她 如果 她就被介紹給 誰呢 青島市公安局局長 于瑞波 受成為于瑞波的小三 你想想 多亂混亂 她本身是城市服务中心的副主任 是公安分局局長 王继亮的情婦 王继亮介紹給青島市的公安局局長 不是 勞山区 那當然是青島市局長 厲害 好玩 喂 她的老闆 她現在就升一格 玩了一條女 成為于瑞波的小三 OK 好了 目前王位 借調到 市局政治處正式辦理 任職首座 如果 不是這件事 她就成為 局長 情婦 好了 繼續 這個王位 即是這個女人 她有83間公司 那真的不是一個普通小三 老實說 其實真的很嚴重 我發覺很多時候 我們偉大祖國 那些官員 下馬 都是追在這些 好像阿美 你也知道 又要炎虎 又要打人 好想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OK 好了 這一件事 去到現在 好像沒什麼特別 但是網傳 在前天 因為這個司機 林司機 原來是 退役的解放軍 那 有三位 退役的解放軍人 就是王位 瓜哥 王軍的辦公室 要求王位 公開道歉 誰知道王軍 就說 老衛 他說 有錢就是爺 良心值幾個錢 還威脅要非法禁錮 這三個老兵 誰知道這三個老兵 原來一直開著直播 又大臨王 這個王軍 那些囂張 一石就激起千層王 結果 正是遼寧去五兵 我根據網絡的資料 已經是有二十一輛巴士 現在齊襲在青島 說要聲援 這個被打的姓林司機 好 現場又聚集了大批其他民眾 現在 就是大年了 然後現在 9月2日 有抖音網友 曬出自己軍人委任證 他們很喜歡 要露名 說 我就是退伍軍人 勞代政 他說 每次都是退伍軍人 上次是退伍軍人 那些小孩子 挨打 我不知道他講哪些話 現在又是我們退伍軍人挨打 五千七百萬戰友 保家衛國 原來就是保這些人 我們真是心寒 他說 如果不嚴重處理這些 對不起五千七百萬 退伍軍人 以後還有誰敢當兵 當兵就是來挨打 結果 在陝西湖南 浙江 湖南 浙江 湖南 福建 河南 等多地網民 和退伍軍人 都表示 哇 我們全體退伍軍人 將會持續關注 陝西的一個退伍軍人 就說 身為退伍老兵 給廣大網友 一個忠告 不當兵 後悔一時 你當兵 後悔一世 哈哈哈 有人就嘲諷 穿迷彩服的 最終都要聽 穿西裝的 好啦 現在據說 盧山 因為我不知道 這些避風火 如果你想看得到 就已經是 集齊了很多 不同的退伍軍人 現在公屋的門口 變成 即是這兩天 變成我們偉大祖國 最 最紅的打卡地方 好啦 那會怎樣處理 這些退伍軍人 喏 現在發展到這樣 雖然說是退伍 他們始終有影響力 對不對 即是多人 我想呢 你又不要想著 有什麼大不了的事 不過呢 這個什麼王軍 王衛 和他們兩個拼頭 就糟糕了 即是蓋不住了 你看在上面 那些錢人 有官的情況 都會這樣惡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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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打人 對不對 你說平時是怎樣 因為我根據 這些實名舉報 還有看了這麼多年 去到這些位置 全部人頭落地了 沒得見的 會不會上來 那些我不知道 但芝麻綠豆都不得了 我們先看照片 你看看 你只看 這條腿 你只看那些架勢 你都知道是否認識 是嗎 好 再去 這一個呢 嘩 這樣的課式 就更好情報 又看不到 那你三十八歲 在身邊出現的 唉 打算過一刀 那些口味感 對 過一刀 都不差的 好 再去 你們戴得到 癡能腺 但是這個人可以忍得 他真的忍得 為什麼忍得 因為上面 已經太多這些情況 打得人那個 他們心中 這個肯定有些背景 橫手就分中 我自己打的東西 你說慘不慘 你說慘不慘 現在呢 他不還手 加上退伍軍人的身份 加上網絡這麼沸騰 就看看是怎樣 我覺得這幾個人 都沒有了 一發展到這樣 那你沒有理由 為了這幾個人 來得罪這麼多 所謂五千七百萬的 退伍軍人 好 休息一會